《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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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这么多年的经验 我觉得这一行是天才的人 真的很少很少 年轻导演其实来自于 他的信心不足 但他不会告诉别人 因为你知道 当导演这个角色 他很难表现出我信心不足 他必须要伪装自己 我可以掌控全场 所以当你开始 慢慢看到他的慌乱的时候 他又不告诉别人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 把他所有的创作失控 有时候你真的要任性一把 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 这个我非常有感 就是即便到现在 因为我真的太容易知道 当我要做一个决定 会造成多少人的困扰 那我还要做这个决定吗 那有时候你就是要任性 你才要到 可能那东西是好的 但是也许我在这个时候 有时候就会因为 不想让大家为难 而选择更容易的方式 因为最常听到的是 我觉得这个镜头 不够甜蜜 不够甜蜜 想怎样 对 这种奇怪的词 摄影就会产生很多问号 然后大家就会 你看我看你 对 就会产生这种 可是如果你可以跟他讲说 其实我觉得镜头再大一点 光再柔一点 或者怎么样 你可以精准 用他们语言精准描述的时候 大家就会比较知道你在干嘛 你知道有好的创意的时候 然后你真的就是愿意一起工作 多看一些有趣的故事小说 然后多去旅行交朋友 然后多去看看一些老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对于拍摄 对于作为一个导演 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世纪减伏 路纪减伏 去观察 这个社会的种种 做记录 把它写起来 有一句想意说什么呢 说 我们脚越转越用 脑越用越利用就对了 这样